大家好 欢迎回来《芒香》编辑部的《笑声芒新闻》节目时段 今节有我许珊 另外还有我们的义德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话说台仰很喜欢吃月饼 虽然昨天是中秋节 今天是追月 我想台仰的月饼可能吃到下个月 那倒不会的 因为我喜欢吃 我吃得很快 不知了 下年有没有缘分你还可以买到小羊哥他们的大货 令到近来起了风云的香港美成月饼 说到这么高级 这么高端的品牌 只不过是卖几十元已经搞定了一盒 哇 抵得吃得拱 真是惨了 我还想光顺一下他 现在的机会也没有了 是不是因为见到曾智慧和智慧哥也有份 在小羊哥一起吃 所以你看到好像挺好吃的 不是 我什么月饼我都喜欢吃 再加上这么好卖 应该可以一试 但是这次大劲很多 就是假设香港月饼 看到现在还在闹闹 挺好笑的 因为我在台湾的媒体 看到现在越说越夸张 还说曾智慧随时有坐牢的风险 那不可以 只是民事而已 看来就未必的 我为什么可以补一下 关于内地的刑法 究竟是怎样的 不过小羊哥 这么红的大货公司 搞这些线上线下 这么厉害 我看到原来 他们的市值 和经济的产出 很厉害 真的很夸张 他只是一个卖市 只不过整个卖市的过程 就是在网上进行 小估不到 所能够带起的经济效应 是这么规模的 原来小羊哥 就是三只羊 主要来说是两兄弟 这样的话 大货和带动到这些销售 原来这么厉害 何解呢 我们只见到 今次的美城月饼 现在也算麻烦 很搞笑 有些人就去 向曾志偉留言 又说我买了这些货 那个出产日期 和不知什么日期 又不合适 又说有多了 我可不可以送一些给你 送一些给他吃 很好笑 因为最差的是什么 曾志偉也是出事 因为有一段直播大货 有美城月饼的片段的时候 有曾志偉在这里 如果你说到这一只美城月饼 在香港又说是什么高端品牌 还是怎样的 畢竟曾志偉 都做了这么多年的奇话代言人 对于这些饼食 没理由没听过美城 你说到这么高端 即是说曾志偉可能是知情 知道这个也是扮香港的品牌 但是由于他和小羊哥有合作关系 所以才没有扫兴 没有说出来 我们看到有传闻 就是曾志偉有入股 到三只羊 三只羊是什么分公司的老板 还看到曾志偉 当时又带了一些艺人 走过去一起去撑场 等等那些 哇 真是厉害 很难想象得到 怪不得这些何太 常常都说要做直播大货 就是这样的 他可能看到别人三只羊 他更厉害 一只河马 记不记得 厉害了 一只河马 厉害很多 人家一千亿 哇 他一半 四五百亿 可以吗 再加上这个河白 或是什么 厉害了 只想到这里 他也真是开心到瘋 再说回 看到连官媒方面都出声 关于湖北日报 他们的传媒集团旗下 有一份《极木新闻》 出了一篇文章 就说 香港艺人 还有无线电视总经理曾志偉 他的本尊 就衍生在《疯狂小羊哥》 旗下的三只羊集团 分公司的开幕 亦在直播期间 就说 这个美城月饼送礼是非常好的 就是这样 大家当时都很奇怪 你不是在做奇华吗 那就说一下 奇华其实在台湾地区 都可以卖 都挺帅的 被人觉得是一些 香港高端品牌 在台湾受不受欢迎呢 在台湾 台湾多数是吃蛋黄酥 不是没有 这些月饼 不过它将凤梨酥 造成月饼的形 也有 不是没有人买 也有 不过会被人觉得 是比较高级的东西 例如 郭富城 做了美心代言人 我在超市里 都看到很大的 郭富城的头 转转转转 美心月饼也有得买的 美心和奇华 会不会有美城 那就不见了 再说到 曾志伟作为香港艺人 推荐这款月饼 究竟这款月饼 是不是香港月饼 应该叫心中有数 最搞笑的是 刚刚礼拜天的时候 港姐不是决赛的 对于记者 就不是问港姐的事情 反而就问这个月饼风波 不知道谁跟他 认识了这个绝世好奇 就是他用跌麦 就连说都不用说了 一跌一接回 不用说 跌到那个麦 撿回来 撿回来 那就算了 那个动作也挺一气呵成 是尴尬的 这个肯定是专专的 我觉得 不过无论专专专也好 这次曾志伟他自己抄了车 没理由 什么都亂代言 照道理就是 对不对 他没理由不知道 香港有没有美成 好了 现在炒了车 就很尴尬 那怎样呢 那就不回答了 大家都知道 现在这个品牌 纯粹只有在香港注册 还要注册的需材 是怎样呢 如果你说到这么厉害 这么高端的话 起码都要留下一个办公室 对不对 原来没有 找一些类似商务中心 有秘书服务的 一个写字楼 他里面可能选了很多房子 那你就可以租房子 如果不是的话 你就可以租用他的地址 到时 就是注册你开公司的地址 有什么信 就有姐姐帮你摆起去的 例如你说你是美成 很长的 不知什么科技 什么公司 他就收起了信 到时再拿回信 基本上就可以了 你是这样的 在香港 还搞笑 他在那边允计 就说自己 是啊 没办法 香港人工贵 有这个又贵 那样又贵 因此就搬回内地做生产 又说DNA 又说得很夸张的 那个基因来说 都是香港品牌 哇 其实现在 大家为什么那么生气 就是你 就是挂羊头买狗肉 你还要印香港美成月饼 那些 你是可以的 你可以说自己是香港公司 或者是香港的品牌 你只是个品牌 但如果别人看 也不是的 你在香港只不过是注册 不过过往来说 都试过好几次了 但这些这么老土的方式 去到今时今日 都还采用的话 而且还要在网上带货 一抄起车上来 就现在搞成这样 哇 那个小孤不到 这个三隻羊这家 他们可以有这么大的经济效益 其实 为什么香港那些真正的本地品牌 没有走在内地这样卖呢 是吧 可能会开一个 你现在看到这件事 美成这件事 其实你会看到 潜力是很大的 真的 如果卖一些真的货 那不就更厉害 那不就更好 又或者 可以用这样的模式 就是大家 香港真真正正的 香港人搞的品牌 就是假设我和台英 搞了一些品牌 搞了什么都好 可能搞到差不多了 接着就搬回去内地生产 可能更加像香港品牌 只不过生产那一刻 就是在内地而已 原来从经济的角度来看 那个利润真的很厉害 为什么呢 原来本来之前 没有小羊哥之前 在淘宝拼多多 都是卖59元3盒 我给台阳请你吃 吃到当饭吃 都还可以 这么便宜 现在都可以的 那我又不要紧 到时候最多买一盒 给你试试 其他可能买其他 好吗 那先回来 不是整股台阳 只不过是请他试一下 或者 因为再加上 现在都说了 一些检测等等 是可以的 千万不要射咪 你摆明 就是挂羊头 买狗肉 当然 他都说 不是的 不要紧 总之香港 本来这件事 没有香港品牌 的话 就59元3盒 对吧 加了香港品牌 再加上 三只羊的大货 就变成169元3盒 即使突然贵了三倍 很厉害 虽然赚了很多钱 但是这次一赚这么多钱 之后 现在据说 这个小羊哥跌粉跌得很夸张 我看他以后都不用做了 这样跌粉化 会不会呢 如果这样 对于曾志偉来说 都挺邪的 是吧 是 小羊哥一来到香港 开分公司 一遇着曾志偉入股 立即跌粉 你不是升粉 理论上来说 你找那么多香港艺人去铲场 然后自己又去买一份吃月饼 你是赚了一转 即是那个月饼 即是大货之后 才会在这里吃 好像有沈月在这里吃 现在有那么多人在质疑 他们是需要出来 很明确地解释一下 究竟是什么回事才行 不能避免的 刚才沈月也出过来 说一下那个月饼 我看到挺有趣的 因为沈月的名字 有个月子 沈月介绍月饼 挺过瘾 现在回来了 变相加了香港这两个字 就很好赚 即是给大家 始终有个信心的保证 和一个品牌的效应 那些 现在曾志偉 如何收拾呢 我不知道 我都觉得出来有点奇怪 看到这件事 咦 不是香港应该看到 曾志偉 在奇华继续卖广告 继续卖下去的吗 也有些人留言给曾志偉 曾志偉 其实很想将香港电商带动起来 很可惜 看错人 就是对于小羊哥他们 似乎就开始了 有些不太好的浪潮 就出来了 会不会一波打沉了三只羊 我们不得而知 因为他们除了带货之外 又搞了一些什么艺人 还不错 如果一影响 就连小羊哥旗下的艺人 也影响了 那就大件事了 是吧 是 以后你成诈人 你都不用指望你带货 原来你是小羊哥旗下的人 不看你了 我退订了 是吧 你连小羊哥都退订得这么夸张 何况其他艺人 不过其他艺人 你要看他 知名度有多少 如果只是一个普通的散仔 又隐藏自己背后的公司 又或者他公司 现在开始改了名字 我想都还可以握得下人 那我们看看 其实就有内地的规范 就叫做 关于进一步规范明星广告代言活动的指导意见 其实都有规定 例如明星推荐 证明商品 在参加娱乐节目 访谈节目 网络直播 在过程中 对于商品进行的介绍 以及构成广告的代言行为 罚多少钱 我们就不太累赘地说 曾志伟 你能推荐美成月饼的话 网民追问他 香港到底有没有美成月饼 都是理所当然 没有什么跌麦 如果他自己本人 并没有在香港买过美成月饼 甚至乎你对于这件事 都没有相关的消费经验 你至少也要见到有没有地方买过 或者你有没有见过 香港有人在搞这种品牌 完全没有 你可能涉嫌有违规待言 所以就要背飞 就是这样 这样的事迫 这一类到曾志伟 你日后再去大货 或者再去搞这些的时候 人家就会很有印象 你这一次美成月饼的事 所以你每拿一只货 大家就要看看 究竟会不会有疑患似真的 可能说那只货在哪里来 或者原料在哪里来 或者哪里製造有多好 大家就会打个问号 这个肯定 因为这次美成月饼买得这么好 我认为某个程度上 都是因为他在小阳哥大货 那些画面出现过 所以才有这么多人 这么有信心买 如果曾志伟没有在直播大货的时候 出现过的话 我相信都没有那么好买 很多人就是认识他 他知名度是巨大的 曾志伟 他都来代言 实没死 谁不知这次是炒得很严 而现在曾志伟他要出来解释 你不能够每次都靠跌咪来堂塞过去 又或者老老实实 站出来承认责任 认错 那还可能可以挽回回点的声誉 不然的话 他现在再不出来说的话 他就指他那个个人声誉 就会一直向下跌 跟小阳哥的频道跌粉一样 是猛跌 跌到什么 虽然你现在说 广州调查了美成月饼 是商标在香港注册企业授权 就是抽样检查 全部都是合格 不是说好不好吃的问题 不是说吃了有没有吃坏人 其实就不是秘道 和食安的问题 是那个品牌的东西 也不是香港品牌 只不过是随便注册 然后整件事的骨干 灵魂 制作等等 都是内地的 那别人就生气了 也都说 现在他们那些三只羊 所带领出来的销售额 都有下跌的迹象 也是一定的 少了人看的 或者少了人去参与月饼 当然会少一点 另外 虽然小羊哥 什么三只羊 在内地做直播大货 有效应 但你记住 这次曾志伟 我们还经常有印象 曾志伟一直都代言开奇华 为什么今次在直播大货 美城 做什么 奇华没那么好吃 是不是这个美城更好吃 可能真的会看到 又不是贵 不如买几盒来试一下 可能真的会糟糕 我相信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 现在 所以为什么有人吃剩 问曾志伟 你会不会问 你会不会问 你问 我想都是玩东西多 你都买了 甚至乎吃过 有多少会认真说 会问他退 我想也有一些 但我相信也不多 有些会请他 有些会请他 有些会说我不想吃 不如我请你吃好 是的 主要也是夜遇他 因为今次是炒得很严 但他没有认真 曾志伟 他应该有警觉性 但他没有 就在画面上出现 导致那场直播买得这么好 谁不知 原来也不是那回事 很多人这么生气 还有啊 真是惨 他这次是老猫烧烧的 真是的 被人拿回一张照片 就是曾志伟在奇华做 港式老婆饼的海报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 就是撑一些芝麻的 那句slogan怎么写呢 八个字 用过心做人 用过心做饼 曾志伟 你今次这个饼 两个月饼 是的 你没有心的 你是不是人 没有心大货 有心大货 没有心做人 看到这件事就很少了 可能曾志伟在想 小阳哥这么厉害 到时来到香港 便盘满拨满 便打算入股 糟糕 谁知道 一个月饼 就被人造他世界 其实也要感谢 内地的媒体 即时见到这件事 即时去调查 还是怎样的 所以内地的新闻自由 是不是真的这么封闭 当然就不是 是吧 也挺好玩的 我们看到这些 而且我认为是正面的 你不要过往来说 很多人常常扮香港品牌 或者扮其他国家的品牌 但其实也不是那一回事 有这宗新闻爆出 出来之后 我认为是会 给到一个正面的作用 就是 以后呢 如果谁再想着 扮那样扮那样 就免了 因为现在在资讯时代 大家的资讯流通 和用手机 非常流行 很容易 消息很快就传开去了 像这宗新闻 全国都知道 现在 全国都在笑着 曾志伟 在笑着三只羊 亦都给到一些商家的警惕 就是 以后就老老实实 做好自己的产品 做好自己的品牌 就不要扮鬼扮马 这样呢 就会给社会 给营商环境 带来一个正面的风气 我认为是 所以可以正面一点 就是这样看 不用太负面 对吧 那先补充一下 三只羊集团 不是只有直播大货 还有些传媒 有些什么创业投资 甚至乎物流 都有搞下的 生意 都有不同的 好 这个风波之后会怎么样 大家不妨一起留言说一下 你怎么看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